因为现在的世界变化得很快 讯息也很快 我想始终都是back to basic 就是终身学习 没有一个人会认识所有东西的 所以或者是自己在某一个范畴里面比较优秀 但是在其他领域都要继续学习 那次是其实去探索一个板间房的低收入家庭 他们一家五口地方很小 生活其实都挺困难 但是你看到他们很开心 小孩子是很舒服的 那你看回原来那个舒服从哪里来呢 就是父母 因为我想他们虽然生活这么艰难 但是他们有那个positive thinking 那个思想非常之正面 他们觉得其实只要他们努力 只要小朋友努力读书 将来他们有机会脱皮 其实我大部分时间都是放在工作 和社会服务里面 但是从社会服务的过程之中 其实我都带给了我无数的欢乐 因为看到小孩子是很开心 那你会见到其实我只是出少少力 少少努力 原来可以帮助到这么多人 也是带给这么多人欢笑 你见到他们是很开心 好 我都没准备到最后 你踩一个很高兴来 没有人 Ama 这里也太飞没了 你干什么